準備連接硬體 請將你的擴充板 跟 你的主板 先連接好 然後接下來 我們有三組的LED跟按鈕 那我們先準備一組 因為三組的 做法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先測一組,一組測好之後 再直接複製三個就好了 好那我們就按照我們之前講的原則 GVS GVS咖啡色 紅色橘色 GVS這樣把 你的模組連接上去 那我們這一次選用的接角 按鈕的部分我們把它接在 在567 567 沒有特別的意義 是都可以自己選 我們使用這一排 數位的接角 數位的接角 那我就先把它 接在 5號接角 一樣GVS 一樣GVS 請各位要養成習慣 GVS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是按鈕 然後LED呢 那邊呢 一樣是GVS號 G是咖啡色號 所以把咖啡色對準G 然後中間紅色是V S是訊號 好 一樣把它接上去 GVS 就是 然後這邊的接角呢 我們用 LED的接角 我們來用 這個9011 9011 好 所以一樣是GVS調整好 然後我們插在9 的部分 第9之角 一樣跨過來 為了讓它不要亂跑 所以我們先把它跨過來 好 所以我們的按鈕呢 是接在第5之接角 然後呢 我們的LED呢 接在第9之接角 好 這是 一個燈 的測試 一個LED 一個燈的測試 好 硬體連接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將 你的USB線插到電腦上面 然後呢 我們這一次使用的是 Transformer 它是一個中介軟體 所以請你到你的桌面上 把Transformer 打開 打開之後請你選 S2A Plus 然後這邊呢 就點選 Arduino 點選有Arduino的這個連接部 然後第1次使用要燒韌體 然後順便請它把Squatch3打開 1 2 3 4 這4個都設定好之後請你直接按連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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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去加扩展 在这个地方 再添加扩展这边点一下 然后呢,因为我们使用S2A 所以请你点选S2A Plus 它的积木就会进来 那我们刚刚使用的街角 第五,第五只角 Digital的第五只角是按钮的输入 所以我们这边要先启用 启用数位街角的第五只角为输入 启用第五只角为输入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接在第九只角 第九只角是LED 所以是输出 所以我们再启用一个输出 第九只角 启用为输出 好,那两只角都启用之后 我们先来 按照网例 先测试每一个东西是不是正常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按钮是不是有输入 所以我们先 先要能够看到输入的值 所以我们先让小猫等一下用说的展示在这边 所以接下来呢 输入的值呢在这里 读取数位街角的值 这个是使用数位输入的时候 那我们要把它选在第五只角 因为我们的第五只角当作输入 好,所以小猫等一下呢会把它说出来 那按钮这个动作呢 其实不用一直很频繁的说 所以我们给它一点等待时间 好,各位要记得 只要是跟硬体连接 都会需要一点点等待时间 你的Transformer 比较不会当机 因为Windows在跟 Windows的Squatch 在跟硬体沟通的时候 它会需要一点时间 好,接下来我们把它 用重复把它包起来 然后去加点滤期 这个滤期就是Action的动作 好,所以当你点滤期之后 这边应该会出现一个数字 会出现一个数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硬体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软体 好,那我们的软体呢 正在执行中 所以按道理讲 好,我们去 如果去按那个 接在第五只角的数位输入 也就是说按这个按钮的时候 那么这边应该会有 看到数字的切换 好,所以我们测一下 好,我现在来这边按下去 诶 请你注意看一下小猫这边 这边的确是有 从按下去变成0 没有按变成1 好,那至于按下去是0还是1 这个会根据你买的模组 而有不同 好,那这个模组是按下去变成0的 所以你就要记住 我有按下去的时候是0的状态 那我放掉没有按的时候是1的状态 好,所以按钮的部分测试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测一下LED 好 所以我们把程式稍作修改 好,这个是刚刚测试按钮正常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它的LED输出是不是正常 那LED接在第九只角 那所以我们要去控制第九只角 好,这边 好,数位的输出 然后设定第九只角 那如果是1就是ON 好,就是打开的意思 好,我们先试一下 好,这个不用无线回圈 好,当我们 我们执行Action的时候 灯照理来说应该要亮 所以我们点一下Action 果然灯就亮了 那表示我们这个硬体都没问题 好,再试一下把它关掉 好,设定为0 然后再Action 好,确定硬体控制没问题 好,那么硬体检测完毕没问题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将 好,这个按钮跟LED的动作要串联在一起 那么刚刚 我们的马力友之小绵羊 单一个按钮的动作是按下去 会发出Doremi的声音 那我们这个按钮就把它设定成Do 好,所以我们就要检查 我们是不是有做按钮的 有没有去按按钮 所以在有按跟没按 它只有两种不同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流程控制的选择 就是用如果跟否则 因为它只有两种状况 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如果否则 拉出来之后 好,这边呢 条件就是检查有没有按按钮 那有没有按按钮呢 根据刚刚 刚刚你的探索之后呢 你发现0的时候 它是按下去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来检查 它是不是等于0 那条件的检查在运算这边 这边有一个检查 两个有没有相等的 那我们就把输入的东西放进去 然后这边右边就改成0 所以这个是在检查 你的输入是不是等于0 那等于0呢 如果等于0就是有按下去的状态 那就会执行这里面的指令 所以我们就把输入 把输出 把LED第九只角设定为开灯 所以按下去就会开灯 那否则就是没有按的状态呢 我们就要变成关灯 所以我们再复制一个基目 放到这边 然后把它改成关灯 那这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是在背后一直不断的侦测 所以我们要加一个 在流程控制上要加一个无限的回圈 然后如果你刚刚还记得 我们刚刚还有讲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每一次的侦测 按钮硬体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快 所以我们加一个等待时间 在每一次的侦测完毕之后 你的按钮不会 你没有办法 人的动作有极限 你没有办法按一个按钮 可以按到0.0001秒 所以不需要那么快 所以我们给它等待0.0001秒 好 那这样的程式写好之后 我们来测试看看 Action 之后呢 那我们去按按钮的时候 灯会亮 我们放开的时候灯会按 这表示你的按钮 跟你的灯有连接起来 已经做好连接 程式也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说要发出声音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还要再加个声音 那声音的积木呢 要去扩展这边加 因为新版的Squatch 3 它已经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扩展里面 所以我们把音乐加回来 好 那这边呢 就是在按下去的时候 才要发出声音 所以我们把 这个演奏音阶 把它摆在这边 好 然后这个60就是Do 60就是Do 60就是Do 所以你就可以把60 放在这边 好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会有声音 好 我们来试试看 好 当我Action Action 之后 每一次按按钮 就会发出Do的声音 好 所以这边单一个按钮 LED跟音乐的发音测试就完毕了 那我们刚刚已经完成一个按钮的LED跟按钮的连结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画面的部分 处理画面部分 所以我们按下去之后 它应该要跳到那个五线谱上面Do的位置 好 那所以 我们要在背景上面先准备一个五线谱 所以 那 我们先到背景这边 做一个 画一张五线谱 那把旧的 这个背景把它删除 好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直接画一条线 五线谱有五条线嘛 好 所以请你先画一条线 然后呢 这边再点选到选取的状态 然后选到这条线 它可以复制 然后我们再贴四次 这样总共就会有五条线 然后再把每一条线呢 移到它该在的位置上 好 那下方留点空白 下方留点空白 因为 马力友之小绵羊 它基本上就是Do Re Mi 三个音在那里轮流 所以基本上不会碰到上面 好 不会跑到上面去 好 这样五线谱就画完了 好 好 那我们 接下来要准备的是音符 那我们直接可以把小猫当成音符 所以我们把尺寸 小猫的尺寸 外观 尺寸 我们把它设定为 30就好了 好 30 有点小 40 好 尺寸设定为40 让它面向左边 面朝 10-90度 10-90度 好 然后因为它会 翻转 所以我们设定它的旋转值 呃 它的旋转方式 只能左右旋转 它就不会痘逃灾 好 好 那我希望呢 这只 呃 猫咪呢 当我在弹Do的时候 就是我在弹Do的时候 它就要跳到Do的位置 Do的位置 所以 所以我们在弹奏Do的同时 希望呢 小猫要跳到Do的位置 那Do在哪里 Do在这边吧 Do Re Mi 所以Do大概在这里 所以你把小猫移到这边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高度 它的Y的高度 是-101 好 我们就取 好 我们就用这一个位置好了 -100 好 所以Do Do的位置是-100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位置呢 就一样放在 就是输出灯光的同时 让它跳到这一个位置上 好 如果 没有弹奏呢 我们就不移动 就不移动 停留在上市的位置 所以这里就不用改 所以这里就不用改 好 那这是 这个就是小猫 初始的程式 好 所以呢 当我们Action之后呢 如果 如果 有按按钮 它会移到这个位置 移到这个位置 好 移到这个位置 那一个按钮 大概 内容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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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